小美和小丽是一对连体双胞胎 从出生时他们就形影不离 母亲对他们的爱没有丝毫偏差 不论衣服鞋子还是生活用品 每一样都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两份 作为姐姐的小美开朗董事 反观妹妹小丽 总是因为自己的连体身份感到自卑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很快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他们在医院认识了男生小帅 双胞胎看人的眼光也惊奇地相似 两人竟同时爱上了这个腼腆的大男孩 可随着交往的深入 温柔开朗的小美吸引了小帅的注意 两人开始了你们我浓的约会 可这一切都不能避开小丽的眼睛 姐姐以为妹妹会替自己高兴 没想到却成功引起了妹妹的嫉妒心 让她本就自卑的心理更加阴暗 这天小帅并遇要离开医院 小美想要见小帅最后一面 可任凭她怎么哀求 妹妹就是固执地一动不动 小帅走后姐姐伤心不已 向母亲提出想要和妹妹分开的想法 可没想到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小丽 她趁身边没人注意 自我了断幸好姐姐发现得及时 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看着两人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多 母亲最终还是选择了分离手术 可不幸的是 妹妹没能走下手术台就发生了意外 姐姐则顺利和心爱的小帅结婚 还搬家到了韩国居住 时间很快来到现在 大雪纷纷的傍晚 小美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今天是她的生日 不但没有收到老公的任何礼物 更是连一句问候都没有得到 小美失望地回到家中 电力系统似乎出了问题 家里冷冷清清空无一人 正在她那闷老公去哪里潇洒时 身后的房门突然打开 黑暗中好像有人躲在那里 小美壮着胆子走过去查看 突然 原来是老公给她准备的惊喜 惊喜差点成了惊吓 换成是我肯定给她一个大逼兜子 生日派对非常成功 吃吃喝喝后几个女人聚在一起玩起了占卜 一个朋友神神叨叨地告诉小美 说是有一个她曾经失去的东西 最近会再次回到她的身边 有可能是什么东西也可能是个人 听到这里小美的脸色马上有了变化 并表示自己并没有失去过什么 这句话也成为了后面恐怖剧情的导火索 似乎是为了迎合朋友的占卜 晚上小帅就接到了电话 是泰国医院打来的 小美的母亲病情加重 他们要回到泰国照顾母亲 小美心事重重 似乎对这趟旅行充满了恐惧 在飞机上 小美又一次梦到了当年的场景 她认为是自己的一意孤行害死了小丽 小帅却只是认为她压力太大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劝她不要故意自责 他们来到医院 母亲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由于内出血严重不能手术 现在只能等病情稳定再做打算 小美带着小帅回到了小时候的家里 家里的陈设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小美又一次想起了与小丽在一起的日子 她翻看相册 里面保存着两人从小到大的回忆 又拿出妹妹的眼镜 小美堵物丝人不禁热泪盈眶 仿佛一切发生在昨天一样 可小美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洗完澡的小美打开柜子拿出浴巾 等她关上柜门 镜子上出现了他们画过的童心园 小美被吓得赶快回到床上 小帅已经入睡 小美拿过抱枕才刚刚躺下 就感觉对面有熟悉的鼻息传来 小美睁开眼睛 一张惨白的鬼脸正死死盯着她 小美赶紧叫醒了老公 可等他们回过头去 身边的鬼影早已没了踪影 幻觉便没有告诉小帅 第二天小美来到医院看望母亲 苏醒的母亲恢复了些许意识 她惊恐地看着小美想要告诉她什么 可恰巧这时护士感到打断了两人 小美觉得母亲的病情事发突然 回到家询问保姆最近家里发生了什么 保姆支支吾吾面露难色 只是说母亲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总感觉对方一直缠着她不肯离开 精神高度紧张还经常自言自语 小美也弄不清楚母亲发生了什么 只是和医院商量尽快手术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小美买来一杯咖啡提提神 由于心不在焉咖啡撒了一身 小美擦拭时发现 自己的肚子上竟然流出了大量鲜血 这里就是与妹妹连接的地方 小美被吓得惊声尖叫 等护士感到时 小美惊奇地发现血迹已经消失不见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美遇到的怪事越来越多 这天来福对着镜子狂吠不止 小美好奇地走上前去查看 好在老公发现急时 小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她的身体并无大碍 晚上小美起床上厕所 她不经意间抬头看向镜子 却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镜子中的自己正邪魅地朝着她微笑 小美抄起家伙就是一顿框框猛杂 她的喊叫声也引来了老公的注意 等小帅冲进厕所 只见小美蜷缩着身体坐在地上 浑身上下都是玻璃滑出的伤口 此时的小美心态彻底崩了 她对小帅说出了最近总是见鬼的事情 还断定这时妹妹回来了 因为看不得两人的幸福生活 所以故意跑出来报复自己 可小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安慰小美不要多想 一定是她的自责心理导致了一切 等到小美出院 小帅还找来了心理医生朋友 希望可以借此疏导小美放松压力 可一番骚操坐下来 朋友也没能得出什么结论 只是怀疑小美触景生情 把妹妹的死怪醉到了自己身上 加上母亲的病情搞得她心理交瘁 建议小帅多抽时间陪陪小美 主动替她分担压力可能就会好转 可这样做真的会有用吗 我跟导演都持怀疑态度 小美来到海边散心 看着海浪吹着海风 小美的心情似乎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状态 可等她回头却突然变了脸色 沙滩上竟然出现了两个人的脚印 像极了当年姐妹两人一起走过的场景 小美失魂落魄地跑回家中 房间里传来老公说话的声音 小美走过去查看 却发现家中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好在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此时的小美正躺在床上 旁边躺着自己的老公 小美还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她起身打开电扇 重新躺下来准备继续睡觉 电扇上却传来了嘶嘶哑哑的声音 好像有什么东西挂在上面 一只脚也缓缓出现在画面之中 小美抬头看去 一个女鬼正挂在电扇上面 泛白的双眼死死冰的小美 小帅很快发现了小美的异样 可此时小美已经被吓傻了 任凭小帅怎么晃动呼唤 小美始终一步开自己的眼睛 这次她也看清楚了女鬼的模样 正是当年死去的妹妹小丽 可小帅仍然没有选择相信小美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才让小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这天小帅回到家中 透过模糊的玻璃发现 小美身边此时正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 像极了当年姐妹俩的样子 小帅惊恐地走向小美 带来到她的跟前 却发现只有小美一人站在那里 还把小美吓了一跳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小帅联系了韩国的医院 希望把母亲和小美一起接到韩国接受治疗 或许离开了这里事情就会有所转机 看着眼前的病人 小帅也不禁想起了当年的情景 想起了当初遇到姐妹俩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懵懂无知 但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美好 值得小帅一生来慢慢回味 与此同时 女鬼又一次找上了小美 小美正在浴缸里美美地泡着身体 突然出现了鬼手把她拉进水里 她挣扎着想要起身 可世华的浴缸根本找不到着力点 好在小美抓住了一旁的浴帘 这才勉强起身爬出了浴缸 这时又突然停电 小美赶忙找到手电腿 这时楼下传来响动 小美战战兢兢地来到楼下 寻着声音来到了书房 这时突然响起了情声 吓得小美失手掉落了手电 一双美腿一闪而过 带她重新捡起手电 一张猙獰的鬼脸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美被吓得丢掉了活一样跑出去 正好撞在了小帅的怀里 可小帅看过去 空荡荡的房间别无他人 即使出现了这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 夫妻俩却还是没有想到找个法师来看看 只是一味地想依靠心理医生来解决问题 明显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 为了寻求心安 小帅和小美主动来到小丽的墓地祭拜 希望以此来祈求妹妹的原谅 这里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此时的小帅并没有下车 这位后面的剧情做好了铺垫 更加恐怖的故事即将到来 在祭拜过妹妹以后 小美过了几天舒坦的日子 可这天她坐上医院的电梯 妹妹的鬼影又一次出现在眼前 似乎还是不打算轻易地离开姐姐 不但如此 就连回家的公交车上 明明身边有个空位 拥挤的车厢里却没有一个人敢坐上去 小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她赶忙离开了座位 回到家里 小美准备烧掉所有与妹妹相关的物件 可就在她收拾两人的衣服时 柜子里突然出现了妹妹的鬼影 小美被吓得直接贪坐在地 看来妹妹是要与自己硬钢到底了 这时外面电闪雷鸣突降暴雨 可小美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直接准备开车离开老房子 女鬼突然出现在车前 小美一脚地板油冲了出去 却又成功把车开进了温室花房 小美狼狈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电闪雷鸣之间 四周的玻璃上全都是妹妹的身影 这时小帅出现 小美不顾一切地抱了上去 本想着跟之前一样 小帅出现女鬼就会离开 可小美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惊恐地发现 眼前的小帅竟然变成了女鬼 而且两人的身体也连在了一起 下一秒 花房的玻璃突然炸裂 小美也被直接砸晕在地 直到赶来的小帅发现了小美 她把小美搀扶进了房间 就在两人相互安慰之时 小帅却发现身边的沙发上 似乎还坐着一个人 她带着小美回到医院 这边安排好给小美治疗 然后来到母亲的病房 想要连夜给她办理转院的手续 母亲突然一把抓住了小帅 告诉了她一个惊天秘密 为了验证这个秘密的真实性 小帅再次开车来到墓地 当她看到墓碑上的名字时 直接被气得找不着了呗 她一直深爱着的老婆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小姨子 这换成哪个男的能够接受得了 小帅开车回到家中 可还没等她开口 小美却抢先一步扑了上来 告诉她母亲已经死了 并表示会尽快带着小帅离开这里 小帅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她不想再看眼前的女人继续演戏 拿出眼镜质问小美到底是谁 刚开始小美还想狡辩 可看到小帅的态度如此强硬 小美这才选择了摊牌 小帅愤怒地摘走了 当初送给小美的项链 转身就想离开 可还没走两步 就被小美从背后打晕在地 等小帅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捆在了椅子上 此时小美戴上了属于自己的眼镜 不对 应该说是小丽戴上了属于自己的眼镜 原来当年小帅离开医院以后 小美执意要和小丽分开 还指责是小丽拖累了自己 本就极度的小丽此时恼羞成怒 冲动之下竟然失手掐死了小美 等母亲赶到时 小美已经彻底没有了呼吸 母亲不得已做出了同一手术的决定 随后的时间里 小丽模仿姐姐的笔记继续与小帅通信 为了看上去更像姐姐 小丽摘掉了眼镜 还忍痛在手上刻出相同的伤疤 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母亲 小丽便趁着小帅去墓地的空档时间 直接拔掉了母亲的氧气设备 让这个秘密永远地消失 没想到母亲却提前一步告诉了小帅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小丽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觉得小帅爱的就是自己 只是错把自己当成了小美 这时保母折返回家中 原来她的手机落在了这里 小帅趁机挣脱了束缚藏了起来 待小丽四处寻找她的时候 小帅亮亮呛呛地来到楼下 却发现小丽不知何时在地板上浇满了汽油 她拿出打火机威胁小帅 再不出来就要把房子给烧掉 小帅猛地跳出来试图夺下打火机 却在打斗中不小心把火机掉到了地上 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小帅也被小丽推下楼梯摔伤了腿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小帅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先保命要紧了 眼看就要爬到门口时 小丽突然出现在小帅面前 两人又一次地扭打在了一起 可受伤的小帅很快落了下风 就在小丽想要下死手的时候 身下的小帅突然变成了女鬼的模样 吓得小丽赶忙松开了手 小帅趁此机会扳倒了柜子 小丽被柜子结结实实地压在了下面 小帅也趁机逃到了外面 柜子里的小丽并没有被压死 正在她试图踢开柜板时 女鬼也慢慢地爬上了她的身体 伴随着一声凄惨的叫声 柜子被掉落的大火覆盖 这一次 两姐妹又重新回到了一起 愿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今天的电影也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恐怖故事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